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KG 部今天推介继续和大家讲下 《军动传承》的47日非法初选案 一起看案中的关键人物欧乐坚 作为非法初选搞手之一的欧乐坚 他以已认罪控方证人的身份在庭上作供 审讯期间多次鼎证同案的被告 法庭又披露欧乐坚曾在2023年1月即初选案开审前夕 向同案的被告前公民党区议员郑达雄 赞写了4页的私人信件 还透露转任控方证人的原因 欧乐坚在封信中说 自2009年从政以来 至今已身心俱疲 原本打算减初选后就跌入深水转行 去日本读博士做学棍 怎知最后都是蹲监收场 他认为今次的初选已经走了 决定放弃政治以求全 希望自己没有令大家太失望 欧乐坚还亲自否白深绩 说自己非常忐忑挣扎 还说完全没有预计要为初选赴上以年计的监禁 强调这件事绝对不是公民抗命 而是一场苦难 他又说华鞋这两年的日子觉得很辛苦 对家人充满罪咎感 希望事件早日完结 大家可以继续过自己的人生 欧乐坚又以撒军马者杜庞而做总结 意思就是有人骑着匹马在跑 身边的人就为马跑得很快而欢呼 骑马的人觉得很有趣 就快马加鞭 但马最终都是累死 他还说杜庞而叫得激一激 他是台面人物找数 似乎暗自初选期间因为其他人的纳涵 牵连无辜的人受害 欧乐坚又还提及女婿余岸 认为国安法的设计是鼓励自愿提供证供 以换取减刑 但如今大局已定 不知道还可以影响多少 他又向郑达雄分析认罪的利弊 除非他有军裂或政治之类的考虑 否则不要因为获保释就选择不认罪 除非你很有信心逐个摊砌 否则会很测试 他形容认罪与否 就是赌获金和报本的分别 欧乐坚然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初选案而被判监 又说自己已经为出任控方证人付出代价 袁家卫现在很不喜欢我 但他认为在人生死存亡之際 其他人怎样看他已经是次要 一切都是取舍 亦都是抉择 自己吃得咸鱼 抵得鱼 希望案件结束之后 我仍是可 亦对得住人之为人 欧乐坚最后还说 欧某气数已尽 以后不知道还能立于天地之间 还叫郑达雄珍重 早知今天何必当初 如今一切已成定局 欧乐坚才自来后悔又有什么用 希望大家引以为将 不要重蹈覆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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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